MING PAO CANADA 戴口罩 好开心 今天又请到Dr.MAR 在我身边向大家解答问题 Dr.MAR 现在看到很多人 都选择戴口罩预防病毒 戴口罩是否有用呢 其实这个也是很敏感的问题 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亚洲人都会戴口罩 为什么过来这边又少点戴口罩 其实这个问题跟人口密度很有关 我之前那几个人有说过 就是我們用氣末傳播 即是說如果是近距離接觸的話 有人在你面前打嗤嗤咳嗽 飛到你那裏 你可能會生病 但如果你是超過兩米以外的時候 應該會跌到地上或桌面 所以戴口罩最大的用途 就是希望那些氣末在近距離的時候 不會飛到鼻子、口 其實市面上現在都有分不同的口罩 例如LV 1、2、3和ASPM指標 其實這些不同的口罩 究竟哪一種是最強力的 有甚麼分別呢 好 其實這種ASPM 其實是美國製造的一種國際標準 它就是看這些棉質 看看它有多透氣和透水 即是多防水 只是用於我們的所謂的 surgical 做手術或procedural 即是做一些普通的醫療治療的mask 1、2和3 其實最重要是看它 如果噴了東西上去 要有多大的壓力才能夠穿過那個mask 1 就是最普通 有很多做清潔那些都會戴ASTM1的mask 如果我們在手術室內 我們會戴Level 3 所以Level 3就是最嚴謹的 但其實最重要是 看看你戴個mask的時候 有多保護性 有很多人戴了 但就算你戴最高級別的口罩 但你只是蓋著嘴沒有蓋著鼻 其實保護性只有一半 你剛才提到 不同的口罩有不同的保護性 其實現在市面上 都有非常多不同材質的口罩 譬如有些人會選擇自己家製造 那些口罩有沒有幫助呢 其實這些口罩有很多都是美觀用的 即是如果你不是真的會跟病人有近距離的接觸 那你其實隔著我們就是擔心 好像之前說你沒有正確地洗手 來戴口罩 或者我看到有些人出去吃東西 或者什麼 除了口罩之後亂放 放在桌面 再放在臉上 其實會增強你生病的風險 那除了那些所謂的surgical 如果它是有經過政府測驗的 那它一定會寫的 還有另外一些人就問我N95的mask N95的mask和普通的mask不同 就是它會比較fit 即是貼著臉 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們在醫院 身為醫生 如果我們要戴N95 是每一次都要有個fitting N95都有分尺寸的 所以如果你戴一個是不適合尺寸 它照樣是有些疤痕的話 你照樣是容易會病的 還有大部分的N95 其實是工業用途用的 是給人油油、裝修的時候用的 所以那些其實 又會令到你呼吸感覺更加困難 對本身有呼吸病的人 就不適而是戴的 沒錯 選擇適合的口罩非常重要 但是相信背戴的方法也非常重要 那你可否跟觀眾分享一下 究竟應該怎樣可以正確地戴口罩呢 好 如果真的需要戴口罩的話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洗乾淨的手 洗乾淨的手起碼要洗20秒 手掌、手掌、手掌、還有用筋洗 洗完手腕 當拿了口罩出來 口罩一般會有兩面的 有一邊多數外邊是有顏色的 白色在裡面 戴了之後就首先粘在耳朵上 粘完耳朵之後 有一邊是硬一點的 硬一點那邊就放在鼻樑上 在鼻樑上輕輕按一下 讓它這裡貼著鼻樑 然後用另一隻手拔它下來 拔到它遮蓋下巴 這樣就可以遮蓋的範圍是最多 希望減少有疤 但是其實口罩是不應該重用的 應該最好就是要很頻密地換 如果是和見到會有帶病的人 其實每見一個病人 醫護人員都應該是要換的 所以有些人用好幾天 好幾個星期 其實已經是會增強你生病的風險 謝謝Dr. Ma 相信今天大家都學了很多 關於口罩的知識 究竟如何去正確戴口罩 和口罩究竟有甚麼用